在臺北市內湖的民權道路六段 今天凌晨的四點多 發生一起疲勞駕駛追撞的意外 當十一名二十六歲的江系男子 開車的時候打瞌睡 不慎是撞到了停在路旁的黑色自小客車 但因為這車速太快 巨大的衝擊力也將黑色自小客車 和後方的計程車全部都撞在一起 連帶他自己駕駛的銀色轎車 也翻個四角朝天 人更是一度受困在車上 自行脫困之後覺得不舒服送一檢查 警方到場處理時 駕駛的媽媽說是因為這小孩子啊 是熬夜開車太累了 打瞌睡才會不小心撞車 吃通白色的光明露 吃通白色的光明露 跟著時間 吃通白色的光明露